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温情动画 《机器人妈妈》 沉迷二次元的小田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她终于下定决心购入了一个女仆机器人 一想到她那可可爱爱的样子 就让人如目撑风呢 可事情完全超出了小田的预期 机器人公司送来的竟是个圆润的大妈 还口口声声的说现在的女仆就是这样的了 大妈型女仆现在可流行了 这真的是比赵老师还能忽悠 说完便掏出一份合同给小田签 并让她不用担心 因为有一个星期的试用期 到时候不满意还可以无条件退款的 小田想着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加上不太好意思暴露自己有多喜欢女仆 只好答应留下大妈 在她去房间里签名的空档 机器人公司的两个员工聊了起来 原来这个大妈是他们故意送错的 因为他们公司的服务宗旨是让顾客快乐 可是送一个违背顾客意愿的机器人给她 她就能快乐了 这是什么傻掉逻辑 机器人公司的员工在回去的路上讨论着小田会不会退货 经理万般确定她不会退货 因为她在送货之前就调查过小田的背景 一年前因为重大失误主动离职 之后再也没去上班 老婆因此离她远去母亲也很快过世 随后继承了母亲的遗产 够她花一辈子 经理坚信这个大妈机器人是最适合她的 她现在需要的是家庭的温暖 这个元气满满的大妈也没让人失望 完全没有机器人的样子 对世界充满了热情和好奇 而且她的手居然是有体温的 就像个真人一样 不过有一点有些可惜 她的材质是不防水的 所以当她想要洗菜给小田做饭的时候 她的手立马暴飞了 小田赶紧将她送回机器人公司维修 没想到发现了公司隐藏的真相 她这款明明就是妈妈机器人 真正的女仆机器人根本不是这样的呀 小田立马要求更换 但是妈妈机器人的试用期是一个星期 必须到日子之后才能更换 小田只好无奈的将她带回了家 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也是笑料百出 妈妈因为在床底下发现了好多色情杂志 大惊失色 这些都是纸片人啊 你清醒一点 不温暖的肉体是很奇怪的呀 小田看着眼前这个叙叙叨叨的妈妈 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亲妈 无论自己干了什么 从来都无法得到她正眼相待 她嘴里跳出来的永远只有冰冷的敷衍 所以当亲妈死的时候 小田费尽所有力气想赶到她面前 说一句 我无所谓呢 可亲妈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便离开了人世 妈妈机器人却说 那不是小田心里的真实想法 她其实还是爱着亲妈的 毕竟是自己的家人 所以才会那么努力的 想要去见最后一面 被戳传后的小田觉得有些尴尬 然后装作突然肚子痛的样子 要妈妈机器人出去给自己买药 但是外面下着漂泊大雨 出去必然是死路一条 小田也只是想整整她而已 让她干着急 没想到妈妈机器人 毫不犹豫的就冲出了家门 这下轮到小田着急了 她追去找 却没有看到一丝踪影 打电话询问机器人公司 如果脑子进水会怎么样 得到的答案是会被销毁 焦急的小田立马挂断 准备出门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找回来 结果正好撞上了回来的妈妈机器人 她非常机智的把头全部裹了起来 可不幸还是进水死机了 机器人公司上门回收 小田却说自己不要换了 她就想要这个妈妈机器人 即使她报废了也想要留着 毕竟小田第一次从一个机器人身上 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 她不愿意放弃它 上天也没有辜负小田的感情 骂骂机器人突然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重新活动了起来 小田想着 是时候给她加个防水功能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但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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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